我觉得因为原歌去上学的话 更多我觉得除了学习本身很重要以外 我觉得享受大学的身份很重要 因为像我自己去上学的时候 我除了学习以外 我会特别享受 比如说一个人在家里做饭 或者是周末游玩时间 因为像我们这种工作 基本上没有周末 就周末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概念 但学生的话 就是要享受自己的大好学生时光 一定要带的东西 估计就是一些酱料什么的 什么老干妈 然后方便面之类的 这个好 对 我其实真的还有蛮多要问她 因为到时候去学校 可能摸不清楚哪节课在哪上 因为我们学的乐理是一样的是吧 对 我如果搞不懂的没钱请家教 我就问我姐了就 用音乐表达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继续保持 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说得好 共勉 共勉 不太一样吗 对 我们的风格不太一样可能 因为我还是从古典跨界到现在流行 是从小时挺流行的 所以说没有那么一样 对 会交流一些音乐的方面 比如说学校方面功课 或者是说她自己新出的一些作品等等的 就是我觉得有机会肯定是OK了 两个人点子对上了 或者说两个人特别觉得说这首歌很合适 肯定就有机会就会合作了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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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希望我弟吧 在学校可以放开自己 然后不管是学习乐理上面 知识上面 还是在创作方面都可以找到自己 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 然后我觉得用音乐这种语言去表达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管是用词还是用旋律 所以还是希望这几年间 能听到你更好的作品 说得太好了 那我给你来一个正式一点的 好 就是祝我姐之后 加油 然后出更多好的歌 学到更多音乐知识 和更多多元的文化 然后把它融合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用自己的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然后希望她的作品能被所有人认可 说得好吧 嗯